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吗 公平的条约的结果就是 双方都觉得不公平 不可能要求自己什么都占 对 尼布楚条约两人都觉得亏了 是 所以说这个条约还算是公平的 那清朝当时凭什么 从彼得大帝的手里签一个 对俄国那么不公平的条约呢 当时的那块地方啊 是从来没有所谓国境线的 满清就还没入关的时代 整个那片地方 他也没有真正的那么稳固的控制住 也对他来说也都是机密 清朝和俄国能签下了这个条约 也是因为两面都有问题 清朝这边的问题呢 是准个儿那边闹起来了 方喜觉得还是和了吧 彼得大帝那边也是 他那边也有状况 当时双方都不觉得远东这片地方 是自己的核心利益 为什么只有曹魏大规模屯田 只有曹魏有条件屯田 屯田是非常苦的 你想当兵是为了什么 当兵就是为了吃粮啊 结果你还让我自己种田养活自己 凭什么呀 那么曹魏曹操凭什么呢 就是他那边有很多流民 清州兵黄金军什么的 他们一已经失去了田地 第二呢 他们又是一个准军事力量 会打打仗 水平又不高 所以呢 就让他们去屯田 就是因为他乱世 你不中你就得饿死 所以才有可能让人一边给你当兵 还得一边给你种地 然后那些人呢 包括清州兵什么的 你可以说他们又是有点前科 比如说有点醉都是投降过来的 对你们差一点呢 人家也就接受了 所以想大规模屯田呢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是需要很多不太好复制的条件